斗瓣评分8.9的J54 凭什么打破红不过三季魔咒 我已经47岁了 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和别人battle对战几年 我想尽可能和强的人进行交锋 三年前我曾经和Nelson进行过battle 如果今年还能碰上 会有一种世纪对决的感觉 47岁的日本舞者Eddie已经是一个裁判级舞者了 可是当他站在这 就是街舞第四季以下简称街舞4的舞台上时 他依然非常享受 因为自由自在跳舞的感觉太久违了 舞者大合照 街舞4已经在优酷播出了两期 目前豆瓣评分8.9 而该节目前三季的豆瓣评分分别为8.6 8.8 8.4 节目播出后 给街舞爱好者大众带来了强烈冲击 流量与实力结合的队长 世界街舞大神剧集 前三季街舞冠军重剧等等 这在国内综艺节目总是红不过三季的魔咒下 显得特别突出 同时 因为霹雳5Breaking成为了2024巴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更是将街舞这种潮流文化延伸到体育竞技层面 如何能邀请到这么多世界街舞高手 如何平衡中外街舞选手的比重 如何突破节目的瓶颈 带着这些疑问 红星新闻记者与街舞四总导演陆伟 人气舞者叶音 肖杰 亮亮 AC聊了很多 四位队长韩庚 刘宪华 王一博 张一星也分享了他们在街舞四的点滴 舞者肖杰又全球街舞大神聚集 期待与中国舞者交流合作 AK口中的Nelson 是一名来自法国的震感舞 POPPING舞者 拿过三届 JD POPPING组总冠军 同样跳震感舞的瑞士舞者 POPPING scene 拿下了GOOD和JD等国际赛事的总冠军 日本的甩手舞 WACKING舞者 金田为吹 曾获得两季韩国GED MOVING赛事的WACKING冠军 除了这些活跃在街舞赛事的舞者 街舞四还把始祖级人马请到了比赛舞台 两支殿堂级的索舞LOKING 双人组合 Kill T8HP组合和GOGO BROTHERS 均以选手身份参赛 GOGO BROTHERS的父亲TONY GOGO 是索舞舞中的创始人之一 他也以评委身份列席 舞者Nelson 毫无疑问 街舞四目前最大的亮点 是汇聚了全世界的街舞大神 客观原因是 法国JD国际街舞大赛2020年宣布永久性停办 JD相当于街舞圈的奥运会了 赛事停办后 很多舞者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 是没有大失刻和演出活动的 陆维坦言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街舞四成为了国际上都十分难得的交流平台 我们邀请的都是世界各国 最起码也是在他们本国拿过冠军 或者决赛全的选手 是精英中的精英 大师中的大师 在节目中 张艺兴就像说对内沟通是个男士 我们有法国 意大利 老挝 越南日本澳大利亚的选手陆维介绍 在第三季的半决赛录制与决赛直播准备的间歇期 节目组就已经向国外一众好手发出了邀请 虽然在时间上提前准备 但疫情仍就影响了整个节目的计划 半签证的过程非常漫长 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虽然有将近半数的选手因为签证原因最终没有来到中国 街舞四最终依然具备了大师赛的品项 因为疫情的影响 世界各国大型的街舞比赛已经全部停办 国外舞者都是非常高兴和愿意来参加的 陆伟透露 阿吉在中国隔离结束后来到舞蹈房 看到中外舞者和刘佳被练舞非常感动 他说就像疫情之前大家练舞的感觉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这种感觉太久违了 舞者阿吉引进国外舞者的难度几乎贯穿时钟 除了办签证 还包括邀请前的沟通与手续 以及正式邀请后的衣食住行等 在节目正式录制开始前 舞者们安顿的酒店大堂 已经成为了世界舞者派对的场所 陆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国外舞者除了想重新回到赛场感受比赛氛围 还希望能看到中国街舞舞者的变化 因为他们很多都来中国举办过大师课 他们也很期待与中国舞者的交流和合作 外国舞者篇幅重抢戏 节目表达的是街舞文化的融合 在国外舞者阵容形成后 为了匹配这一高度 节目组又请到了以第一季冠军韩语 第二季冠军夜音 第三季冠军阳凯 搭配亮亮 肖杰 黄霄 AC等国内顶级舞者的阵容 以主人姿态出现 舞者夜音 在已经播出的节目中 出现了多次中外大神闸场的名场面 如第二季冠军夜音与GoGo Brothers两度比拼 他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 直言没想到 GoGo Brothers是地表最强 能跟他们比赛很开心和荣幸 他们参与Battle真的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基本只能看到他们的表演 作为HB组合的徒弟 夜音如何评价 HB组合与GoGo Brothers的舞蹈风格 GoGo Brothers跟HB老师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他们更加绅士、优雅 能够从他们的舞蹈中感受到那种黑人的天赋 舞者GoGo Brothers、舞者HB组合、中国舞者AC 和日本舞者金田为吹奉献了 让人眼花缭乱的甩手舞对战 两人在私底下也成了好朋友 比赛除了技术 还是氛围感、表演感等等东西的较量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AC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来自成都的街舞大神孝杰和Nelson是老朋友了 每次都是我拿locking冠军 他拿popping冠军 关系非常好 在街舞这样的舶来文化中注入中国传统文化 是我一直在尝试的 这样的中西交流才能体现我们中国舞者 中国舞蹈强大的力量 舞者AC 舞者金田为吹 虽然这样的名场面很经典 但是在已经播出的节目中 观众却发现国外舞者占据的篇幅很重 首先要承认街舞的起源在国外 远远早于中国 但这两年我们的发展非常快 其次在篇幅比重上 其实中外舞者的比例几乎是均等的 只不过凑巧大家在battle时 张艺兴那边海外选手数量最多 所以让观众有这样的错觉 在路尾看来和音乐一样 舞蹈也是没有国界的 他们更希望去讲述一个美美与共的故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中外文化的交流上来说 这是特别值得去讲述的东西 不会强调是哪个国家的舞者 或者谁更厉害 更希望在节目里表达的是融合 在路尾看来交流的本质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 我觉得双方共同创造出了融合之后更好的一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这个才是我们节目提倡的 我们做的是世界各国街舞文化的大融合 这里面其实有竞争 有胜负 但是绝不代表我征服了你 或者是我击溃了你 而是在这种大的平台之上 各国舞者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路尾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对Breaking有专门设计奥运会霹雳舞裁判加盟 作为街舞中的一种 霹雳舞Breaking已成为2024巴黎奥运会的正式项目 早在2018年 霹雳舞就曾被纳入为青奥会比赛项目 当时中国队也首次组建了街舞国家队参赛 存在这就是街舞节目里大放异彩的张天赐 便是其中一员 不少网友因此直言 街舞似是巴黎奥运会霹雳舞决赛的提前上演 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 陆维坦言这一季会有针对Breaking的设计 Breaking是街舞的大舞种 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是街舞起源的舞种 这一季我们邀请来的国内的Breaking舞者 应该说是国内最强的舞者 他们所对应的舞蹈风格方向 我们也咨询了一下 就是偏向于奥运会比赛 符合这个要求的代表性舞者 乔治、杨凯、波子都参加了我们这一季的节目 舞者杨凯、陆维还表示 会在不同的赛段针对性的设置一些Breaking之间的对抗和比拼 我们还会有一个Breaking的起舞表演 接下来大家会看到 值得一提的是 节目组特意邀请了一位专门的Breaking裁判 他将亮相后面的两集节目 这位裁判据我所知是巴黎奥运会的Breaking裁判之一 至少目前我得到信息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也更有助于这一五别的选手提前了解一下 奥运会的裁判更看重的是哪些技巧和动作 陆维提到的杨凯是一位来自成都的街舞高手 他不仅是第三季的总冠军 也是街舞国家队的议员 红星新闻记者也了解到 在接下来的陕西全运会、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中 霹雳舞也是其中的正式比赛项目 期待在领奖台上奏响我们的国歌 让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让世界看到中国的霹雳舞 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 杨凯正在备战全运会 现在还是保证每天都要练习 会不会代表祖国出战巴黎奥运会还不清楚 但我希望能够披上战衣登上奥运舞台为国争光 在阳凯看来 每次代表中国与世界舞者交流切磋 展示中国元素的霹雳舞都非常激动 队长韩庚 一劳两星一蒙带队 王一博今年状态特别好 至于最受大众关注的街舞四队长阵容 陆伟用一劳两星一蒙形容 一劳指前两季的队长韩庚 两星指上一季的队长王一博和张一星 一蒙则是指新加入的刘宪华 陆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刘宪华最早是练阵感舞的 跟一博队长一样相对偏outscore 一星队长和韩庚队长更偏都市编舞二本 这样在五种配置上比较平衡 队长王一博 在陆伟看来 三位老队长的风格各不相同 一博队长今年一开始就表达了上这个节目的心态 他更希望来学习 因为今年来了很多大师级别的舞者 但凡不用录像 他就会跟一些自己熟悉的舞者学一些招 韩庚队长今年在舞蹈上有很大突破 我觉得他的freestyle battle 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惊喜 一星队长今年挑战了非常多他不熟悉的舞种 去年大家看过他的狂派舞crump 今年看到了他的锁舞 之后他与刘宪华队长震感舞的对抗 都非常精彩 陆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舞者步步 去年的街舞三由王一博战队获胜 今年王一博战队网罗了HB组合 步步叶音等大批厉害的舞者 叶音夸赞王一博进步非常快 第三季我已裁判身份到现场看了四个队长的battle 看过一博跳的锁舞 当时觉得他会的舞种很多 锁舞的动作都会 但味道没那么成熟 今年我跟他面对面交流 教了他一些锁舞要注意的点 他学得非常快 短短几周里突飞猛进 的确在节目中看得出王一博状态非常好 除了跟叶音学locking 还和亮亮练了hip hop 他练得非常开心 他整个状态非常享受舞蹈 你看已经播出的节目 他看到精彩舞蹈时 情不自禁的reaction反应 我都担心他嗓子会不会寒哑 陆伟透露去年街舞节目时 王一博一直带伤训练比赛 所以今年节目组在医疗设施 和现场的紧急应变措施都比以往要强 每一场都会有救护车停在旁边 也有专门负责急救的医生 随时待命 包括我们的按摩医师和处理各种小毛病的医师 都是临床的配备 队长张一星 对于四位队长而言 今年最开心的是有更多优秀的舞者参加 网季的队员也在 新的国际队员也有 见过的没见过的大家都在一起 很惊喜 王一博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在节目中 四位队长与国外舞者的交流方式不尽相同 但他们纷纷表示用舞蹈就能沟通一切 沟通的时候多是用舞蹈 我觉得大家一跳舞就心有灵犀 韩庚坦言道 对此王一博也赞同 虽然大家会用碎片式的英语 但其实怎么跳怎么变 还是肢体上的沟通吧 在张艺兴看来 国外舞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 比如抱拳礼可以通过文化促进中外舞者进行交流 队长刘宪华 坦白讲四位队长平时的工作都非常忙 但是为了接五四 每个人都花费了很多时间练习 说实话从上次结束以后我几乎没有再练过 直到接五四唤醒了一些肌肉记忆 很长时间不跳 大脑会有画面 但你的肢体你支配不了 所以肌肉记忆挺重要的 Hopping是新的尝试 很过瘾 之前有和阿瑞刘宪华一起接触过 但这次是真正学习 过瘾 韩庚说道 而对于王一博而言 最大的挑战则是体能 平时都有练舞 这次因为有节目练习会更多一些 如果说有挑战 还是一如既往的是体能挑战 红星新闻记者人冯伟实习生王主席 有呀 有因子 你会这样做吗 我做到了 下一步 刚才 我接下来 如果是好的 我会把这肌肉行里 就是 需要